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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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速的衝刺 成功完成滑板翻轉動作 而另一邊的碗池 則是有人快速下滑 之後再順勢往上衝 安全回到碗邊 這裡是桃園市平鎮區 新式公園極限運動場 除了下雨天之外 每天都會上演的場景 滑板玩家對於滑板 成為奧運比賽項目 都感到非常興奮與期待 現在就是滑板 納入奧運的比賽項目之後 就是家長 越來越多家長支持小朋友 就是去做這項運動 相對的會有越來越多人 去注意到這個運動 也會有 蠻多人會產生好奇的 對啊 所以 在滑板的資源上 一定會相對來說會去增加的 對於我們可以 所使用到的資源 我們可以會分配到的比較多 對 如果說場地的增加的話 那我們其實也是蠻高興的 我們可以運用到一些 更不一樣的東西 對 來增強自己的實力 而要學會滑板 可不是一件輕鬆容易的事 除了要有靈敏反應之外 不怕摔倒受傷 而且要有毅力和耐心 才是玩滑板的重要觀念 因為玩滑板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玩一定要帶護具 就是可以保護自己 因為 玩滑板是蠻容易跌倒的 對 一般跌倒的話 如果有帶護具的話 就是盡量用 護具去 跪啊 然後或者是用手 手上的護具去撐啊 但是一般如果沒有帶的話 盡量就是我們會用 滾的方式 就是去緩 做到一個緩衝啊 對 就是可能 這個這一招可能練一個月都還練不會 然後就是要一直反覆的去練習 所以玩滑板基本上就是要蠻有耐心的 對 成功的成就感是 對我來說是真的是莫大的那種感覺 讓我非常開心 就可能你只是跌了好幾次 受傷了 但有的人可能會覺得 啊 這好像不太適合我 對 但毅力在這個運動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對 滑板玩家表示 滑板相關用具 最好到專賣店選購比較有保障 而且許多零件都可以保養維修更換 建議從小開始培養玩滑板 比較能盡快上手 歡迎大家一起來加入 樂趣無窮的滑板世界 記者許超雄 桃園報導 人們可以帶丟去 要選人購比較多零件 反應 最好 李克勤 展明